大家好我是佐叔 今年7月就曾經給大家預告過 中國選手李簡亮對準UFC超人機猩猩 浪王坎達特齊瑪耶夫的比賽 這段時間也是終於得到了UFC的官宣 我們也知道這場比賽將在北京時間11月31日 週日也就是UFC267在阿布札比舉行 不過當晚這場比賽雖然是以數字賽形式命名 主賽陣容也將會由彼得炎復仇影帝斯特林 以及老蟹挑戰波蘭錘的兩場冠軍戰 但是根據在路邊得到的小道消息來看 UFC267將不會以PPV付費的方式進行售賣 而是像格鬥職業一樣在UFC以訂閱的形式收看 所以購買了會員的小夥伴 千萬別錯過這次百票的機會看到就賺到 好的先聊回這次李簡亮比賽的看點 毫不誇張的說狼王齊瑪耶夫將會是 李簡亮進入到UFC之後遇到過最具有挑戰性的對手 即是危險也是機遇 所以這場比賽也將是李簡亮真正一戰成名的絕佳機會 目前李簡亮的職業戰績為18勝6負 其中9次KO4次降伏獲勝 從2014年登陸八角龍14場比賽中拿下了其中10場 上一場比賽李簡亮在被嚴重看衰的情況下 首會合KO了阿根廷一哥同志尼比奧 實現了下狗逆襲 一舉將自己的排名拉伸到UFC次中量級官方的第12位 不過隨著這兩天 遊神瑪雅被UFC開除 李簡亮在次中量級的排名也順利的上升一名 來到了第11位 老實說 儘管李簡亮也算是在UFC摸爬滾倒了7年的老將 但是還沒有遇到過真正高人氣的對手 這位在俄羅斯出生之後改國籍成為瑞典人的狼王奇馬耶夫 絕對可以說是這兩年UFC人氣堪稱做火箭飆升的一位 上一位火箭人應該還是阿迪薩亞 目前9戰全勝的戰績 100%的終結率 首秀UFC替補上場的狼王 就以124-2的總打擊數以及43-1的重擊數 這種都不能說是碾壓 而應該是單方面屠殺對手的數據 也成為了UFC史上首個在第一回合打擊數 超過100次的中量級選手 拿下首秀之後 狼王奇馬耶夫只用了10天 雙線作戰來到了次中量級 終結對手刷新了UFC歷史上最短的初戰記錄 甚至在去年的9月份 奇馬耶夫在僅出一拳的情況下 就可以了老將米爾斯切特 用時17秒再次的刷新記錄 成為了UFC歷史上最快贏得三場比賽的選手 一系列不可思議的驚人表現 也讓奇馬耶夫被多家媒體和賽事評選為 2020年度超級新人王 當然最直觀的是狼王在社交媒體上的人氣 從一千粉絲不到直接突破了270萬 幾乎不到半年的時間 就比絕大多數的UFC選手加起來還要高 特別是隨著去年小英突然退役 擁有極高人氣 同樣是來自東歐地區的狼王奇馬耶夫 也順利的被白大拿捧為了2號親兒子 不僅是把狼王的排名 只用3場比賽就暴力拉伸到了第15位置 為了表現自己的愛 甚至是私下給奇馬耶夫開了個後門 直接空架安排對陣 次中量級排名第三的愛德華茲 雖然愛德華茲不太樂意 但是耐不住白大拿資本家嘴臉的威逼力偶 最後是撮合成了這場比賽 但是萬萬沒有想到的是 但是之後狼王奇馬耶夫因為感染新冠 跟愛德華茲的比賽也是反反复复幾度夭折 最後還傳出狼王因為實在受不了後遺症的影響 決定就此退役的消息 不過狼王的鐵粉車程領導人卡德羅夫 一個電話又把狼王給勸回了八角龍 沒辦法功夫再高也怕菜刀 更何況人家還有叩叩叩 最後再來說說個人對於這場比賽的看法 無論是狼王奇馬耶夫把李景亮 當作衝進前十的魔刀石 還是李景亮到時候嚇狗逆襲 幹掉狼王奇馬耶夫一再沈迷 這場比賽的關注點都非常非常多 目前國外的格鬥網站 對於這場比賽的投票支持率 其中81的官眾認為狼王奇馬耶夫會贏 而李景亮的支持率只有19% 不過李景亮前期被嚴重看衰也並不能代表什麼 畢竟上一場打蓬子尼比奧的時候 李景亮的支持率也只有9% 狼王齊瑪耶夫雖然具有超高的人氣 但是僅憑現有的三場比賽 其實很難琢磨出狼王的真實實力 而且加上大流行後遺症 以及休戰一年的狼王 付出首戰的恢復狀態還得掛個問號 然後就是李景亮單從這幾年的戰績來看 雖然不如齊瑪耶夫的漂亮 而且排名也始終徘徊在前10-前15左右 但是過去的一兩年 李景亮的狀態非常的不錯 基本上打的都是硬仗 實力也是穩扎穩打 過去的5場比賽拿下了其中的4場 最後就是這場比賽還是李景亮主動向齊瑪耶夫提出的越戰 一個需要名氣一個需要排名 所以相信李景亮也是非常有信心能夠拿下這一仗 好的說這麽多 反正支持景亮幹他就完事了